今天,營養師小米找到曾經蜂魔一時的燒肉便當 立即和大家開箱試試它 一打開就見到有迷你燒烤爐、生肉夾等不同工具給你燒肉吃 蛤?原來燒肉減肥都可以吃的嗎? 其實只要選適合肉的部位就可以了 推介牛肩肉便當燒 牛肩肉的脂肪相對低 比牛小排脂肪少差不多5倍 同時以燒的形式都可以逼出肉的油 攝取油份再低了 適合減肥的你 肉的份量對一位女士來說一頓剛剛好 建議男士加一隻溫泉蛋 或者另外單點一份肉便夠了 這個便當的牛肉未經調味 分開醬汁 可以由自己控制點一點 那就不怕吃得太鹹了 可惜這間餐廳沒有菜的選擇 唯有自備些蔬菜去補充纖維攝取 我就順便去便利店買了一袋沙律菜 這樣配搭就可以確保營養均衡 如果在旺角路過或者見完營養師都好推介一試 實現一人燒肉自由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follow like 和 share 給你的朋友仔 留言給我知 你想我試什麼餐廳或者食物啦 期待和大家一齊吃住秀啊 到時候